繼續港區國安法一年報道 李滋榮和另外54個 因為民主派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 未被起訴的他 保釋期間生活和工作有甚麼轉變呢? 潘耀昇和他談過 女兒又不在了 抱著她我會睡得好些 曾經有一段時間戒掉了 但是在初選完畢之後又重新需要回 女兒患嚴重智障的李滋榮 去年計劃參選立法會為弱勢發聲 去民主派初選想著評估勝算 結果涉嫌顛覆國家政權被捕 沒有考慮過我會不會坐牢 因為我自問沒有做過一些很政治性的事 政綱內容等等那些全部都是說一些很基礎的民生 如果在議會裡面沒有做一個熟悉基層 或者是我們自己群體的人去做代表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擔心大家的需要 或者大家的聲音會不會真的被人理解 大家好我是李滋榮 李滋榮17年前加入藥智人士家長組織 在幕後一直低調 李滋榮先生嚴重藥智人士家長協會 部分有需要的人是被排除在保障範圍外面 到近年為家長走到幕前 還幫低收入家庭爭取權益 保釋後查這半年李滋榮亡都沒有家庭 保釋後查這半年李滋榮亡都沒有家庭 不過李滋榮跟個案的心態和被捕前不同了 不會知道將來會發生甚麼事 所以在有限的時間下盡量阿叔做多些 我都不想由我跟著斷了 菲必爾說現在我不自己直接跟案 我不知道跟我接觸那班人 會不會擔心跟一個有這樣罪名的人接觸 現在大約兩個月報到一次 報到三次未被起訴 李滋榮每次都平常心面對 其實都不害怕 其實自己做的事是過得到自己 那民心無愧就照去 如果我真的進去不能出來 不如你進一些政府的福利資料給我 或在裡面講一下福利狀況 讓別人出來之後 可以知道怎樣處理治療經濟需要也好 除了李滋榮 初選案還有七個人未被起訴 而被起訴的47人裏面 有35個不准保釋 還押近四個月 案件下個月8日再提堂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報導